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很高兴我们一同用灵修笔记的方式 来了解神的话 今天要读的经文在西伯来书8章6到13节 我来念给大家听 如今耶稣所得的职认是更美的 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宗保 这个宗保就是指保证人 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 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 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 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和由大家另立新约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上帝决定要与以色列家与我们另外立的新约 这也是新约圣经的一个来源 第九节这边讲到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 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因为他们不恒心遵守我的约 我也不理他们 这是主说的 所以神旧约的结果就是 以色列人不守神的约 上帝也不理以色列人 第十节这边讲 主要说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人加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很重要哦 以下是新约的内容 新约内容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的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要做我的子民 新约第一个不一样 他要把这个耶 所谓新约圣经就是耶稣讲的话 和十二使徒 这八位作者讲的话 放在这个神的子民当中 放在我们心中 那我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就是我们要用这样的方式 来跟神互动 那有什么好处呢 十一节这边讲 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相邻 和自己的弟兄 说你该认识神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自大的 都必认识我 所以我们用灵修的方法 来认识神的话 是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圣灵会透过 这个新约圣经所讲的内容 我们去用灵修笔记的方法 去读他 你就会认识神 十二节 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间 整个新约讲到的恩典 就是耶稣会完全饶恕 饶恕我们各样的罪迁 十三节既说新约 旧以前的约为旧了 但那旧见衰的旧必归于无涌 所以新约是更重要的 因此这八节经文的主题就是 新约的内容要放在神的子民心中 用来跟神互动来认识神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把这个新约 就不是律法上的字 而是神的子民心中 跟神一个互动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这个用读经的方法 还有背圣经的方法 就可以来认识神 需要守的诫命就是 我们要持守神与 这个我们要持守 我们要更看重新约圣经 就是耶稣和十二使徒的话 那有什么应许呢 在第十节上 就是神应许要把新约的内容 放在神子民的头脑里面 写在我们的心上 你看在圣经上就想 那如何能够做到呢 就是靠我们写灵修笔记 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三遍 这是我们得着神生命之灵律的方法 第二个应许就是 神要亲自教导神的子民 新约的内容 用来认识神跟神互动 所以我们不用再互相交了 你读圣经 圣灵就会启示我们了解神的心意 第三个 新约中神会赦免 神子民一切的罪 那可以避免的罪呢 就是不恒心守神的约 就像旧约的 那个以色列民族一样 生活当中的应用 就是我们将灵修笔记 写在神的 用灵修笔记的方式来写 还有背诵神的话 昼夜思想成为 这个有神话语的人 让我们所行得尽都顺利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帮助我们学好 写灵修笔记的技能 来认识领受神对我们说话 将神的话写在我们的心上 能够背诵神的话 受业思想 帮助我们成为有神话语的人 如此你应许我们 凡我们所做的 尽都顺利 好谢谢大家